我给他买车他也不要 我原来他出来吃饭他也不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他注意到我 这个他是谁啊 买车都不要 就我之前实习公司的组长 刚进公司的时候对我非常好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冷淡了 所以你今天要跟他告白吗 如果告白成功 一人送你们一台ECB的远风兰 什么东西啊 都送你们 每人一步 我今天绝对帮你 小哥哥 你好 你是大力吗 你们是干嘛的 我是小曼的朋友 就是他要出国了嘛 所以他邀请我们说带你去 跟他玩个游戏 出国 他现在人在哪里 就在前面一个地方 你要不现在跟我过去 好 那走吧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还是得靠你嘛 我之前约他他都出不来 刚刚听到小曼说要出国 你好像很紧张 现在国外疫情那么严重 他出去应该不太安全吧 那你谈恋爱的话会比较主动吗 我主动的会比较多一点 爱情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不能让自己后悔 我是被动一点那种的 对方不表露心意的话 我也不太好意思 你在感情当中 有没有比较在意的动向 三观啊 包括性格各方面合就好了 其他都是次要的 就比如说家庭背景啊 或者是生活圈子啊 生活环境就不能差太多 他就在你后面 我能回头看吗 我想回头看 哎 那不是小曼吗 啊 你看到了 他今天帅吗 很帅 真的吗 他肯定心里有我 不然他不会来 过去的时候 我拍拍他这片肩膀 等下转过来 好的 来了 你这样好帅 小曼 你真的要出国了吗 对 那你今天来是舍不得我吗 那肯定还是舍不得的 毕竟这么久都同事了 就只是同事吗 就只是同事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那在外面要保重好自己 你就没有别的话吗 没有吧 没有了 那这样子 小曼你也先别着急 请两位面朝我 先玩个游戏好不好 男生 鼻咚女生 给女生涂口红 可以吗 我可以 帮我拿一下 手好抖 帮我拿一下 好了 别过了 好红 脸红吗 好红 好像没涂开 你第一次涂吧 对 是第一次涂吧 涂得不好吗 第一次涂得很好 涂得不好吗 洗在脸上的满意来 我看你们刚刚玩游戏很开心 就没想过在一起吗 没有 我觉得她应该看不上我吧 我看你们刚刚玩游戏很开心 你又没有问过我 你怎么会知道我看不上我 那意思是你对大力有好感的吗 我不是说过吗 她是我公司的组长吗 我刚刚实习 就是对公司一些事情都不太了解 她就很贴心 会一步一步教我 慢慢的就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那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好感 其实是像个大哥哥一样这样照顾你 并不是异性之间的那种感情 我又不是没有谈过恋爱 我怎么会分不清楚 心动跟感动是什么感觉呢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都会特地过来安慰我 那是因为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看待 你骗人 那你说你为什么最近突然都不理我了 你老在我宫位上放的一些名贵的礼物 你知道同事都是怎么看待我的吗 所以男生你从来没有考虑过 你们两个会在一起吗 没有 我觉得我们一直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啊 我觉得我们两个挺合适的 你一出生就在罗马 我奋斗一辈子都达不到 门不当户不对的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谈恋爱谁还想就门当户对了